中國古典的東西 日本的也很厲害 你在日本也拿過冠軍啊 對 日本在大概在2001年的時候 那你不是就整個都帥呆了嗎 妳是日本語大丈夫嗎 大丈夫 大丈夫 你不要罵他 你幹嘛嚇他 不是 因為他說到日本去學的嘛 在日本你學多久 妳是日本的 很醜欸你 沒有 主要是在台灣學的 然後在日本 有日本的前輩給我一些指導 你還在那個魔術堡 好萊塢魔術城堡表演 對 這是你的工作之一喔 對 真的假的 Oh my God 所以你講英文喔 沒有 因為變舞台魔術是 不用講話 How are you Where you come from From Taiwan 台灣 I come from San Francisco Cistone是什麼 Cistone 蛤 好 有什麼問題發問 請問啊 香蕉你問快一點 要不然我幫你拔皮喔 請問他什麼 這一張 阿神教你 我想拔他了 再拔一下 我想要問他最厲害的魔術的 招式絕招到底是什麼 魔術都很難用 用嘴巴形容 要看到的 比較清楚 那就假的啊 因為 因為 眼見唯瓶 哇 Ivy 我們可以跟其他人講話 對 Yeah Yeah To see is to believe Yo Everybody Everybody Just do it Nike Oh yeah Keep walking Joy Walker Yeah 還有什麼問題要發問 之前都會看新聞啊 有人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魔術師 然後他拆穿別的魔術師 大揭秘 對 就像你們是魔術師啊 看到這樣的事情 你們的心情是什麼 基本上會比較憤怒一點 對 對 其實 因為其實魔術師的三個原則 其中一個就是不可以公開的破解 對啊 是道德 職業道德 他講了一個嗎 那還有兩個 還有一個就是不能 好難喔 欸 不是啦 這不是你啦 因為那個倒霉姐姐是她的偶像 沒有 不可以事先 不可以事先公開 你要表演什麼魔術 對 不可以先講 因為你先講就沒有意思 對 對 好 還有一個呢 還有一個 還是什麼 你逼他逼他在什麼系統 還有一個是 同一個魔術不能在同一個時間 變兩次 因為這樣子你是接穿嘛 對 紅的笑話你講的兩次不行 對 因為他在表演完之後他要設定的 不像小鐘那種爛東西有沒有 什麼現場要變一朵花出來有沒有 花瓣 花瓣 花 對 對 可是還蠻好笑的啊 那我問你喔 就是你在一個舞台上 然後你最多藏幾把扇子在身上 太多把我們知道會覺得你很丟臉 大概十幾把吧 十幾把 十幾把 就是一場表演需要到十幾把 怎麼長啊 這是專業的秘密 不可以公開的破解 十幾把扇子在身上 那你千萬不能跌倒 那會倒叉嗎